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我是方希,每周一至周五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四,内地昨天公布了新十条防疫政策,放宽多项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准许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跨区流动人员不需要再检查健康码等等。 今天下午,香港政府疫情简报会又传来了好消息,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音表示,考虑到当下的疫情形势以及平衡各因素,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将维持到12月28号,情况许可之下会进一步复长。 李夏音提到,明天凌晨开始将隔离令和检疫令缩短为5天,如果感染人士在确诊第4天和第5天快测结果为阴性,隔离时间会由现实的7天减为5天。 密切接触者无论是否有接种疫苗,检疫日数也可以缩减为5天。 此外,李夏音指,从台湾或海外地区抵港人士需每日快测至抵港第5天,并在抵港当日及第2天进行核酸检测。 虽然政府今天下午继续小小松绑防疫措施,不过本港不少专家都建议,政府放宽防疫时可以更进取一些。 比如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就认为,香港可以多行一步,放宽入境检疫至0加0。 他认为,现在可以将新冠病毒视作流感应对,以更善用医疗资源。 港大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也表示,内地放宽对核酸检测证明及健康码的查验,可以为本港放宽扫描安心出行增添动力。 他又认为,本港现实的输入个案对疫情的影响小,也看不到政府有因变异病毒株的种类对不同的国家调整路径限制。 因此他认为,可以取消入境人士核酸检测的安排,改以快测取代。 内地和香港这两天接连调整防疫措施,虽然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记者会并没有针对入境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但是仍有一个香港市民非常关注的好消息传来,那就是根据深圳健康驿站房间网上预约系统显示, 从香港入境深圳的健康驿站预约名额明天起增加至每天2000个,这将便利港人北上到内地。 对于内地这次政策的调整,本港政商界均形容香港与内地通关出现曙光。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要求特区政府向内地争取通关时间表及路线图, 又称内地在新政策下会腾出很多隔离设施,如果内地容量应付得到,本港就不应逆向隔离。 而如果港人在内地有居所,后续政策或许会调整到,入境内地后居家隔离。 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也认为,内地新十条出台,让通关露出曙光。 她个人认为要熬多一两个月。 叶刘淑仪补补充,如果内地大城市参考香港经验,不用全面封控, 相信部分城市都有条件对香港放宽入境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随着内地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相信香港往来内地的通关安排将可放宽。 她指出,本港要做好防疫工作,希望在新年可以放宽措施,让市民探亲。 但各界在充满期望的同时,也抱以重重忧虑。 最近一周,香港单日新冠确诊个案重上万宗以上水平, 今天则更是达到了14,373例确诊个案,是从3月24号以来的新高。 而今天政府再次放宽了防疫措施,圣诞节和新年已经近在眼前, 今年香港还有不少庆祝活动,如何在防疫措施放宽的时候,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呢?最好及有效的方式仍然是打疫苗。 政府之前公布,从明天开始,18岁或以上人士可预约接种复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三剂疫苗。 12月16号起,已完成接种4剂疫苗的18岁或以上人士可预约接种第5剂疫苗。 有关人士可选择科兴、复必泰原始病毒株或复必泰二价疫苗。 整体而言,目前特区政府的防疫策略仍是在外防输入的前提下, 鼓励市民打疫苗并做好本地的疫情管控。 就当前的疫情而言,内地也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放宽后的疫情反弹幅度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同时也要考虑香港进一步放宽防疫的成效。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既然目前已经看到了曙光, 只要每个港人都遵守防疫要求积极打针,那胜利一定就在前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